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YuKui 打开优酷视频首页 搜索探视界第二季 更多新鲜视频 精彩花絮 等你来看 贺明 一到这种地方 就感觉到成都的美好 你不这样有才儿吗 有 这就是休闲的生活 别喝着茶 别吃瓜子 别掏到耳朵 我是不是也得坐 你现在好好笑 向你看齐 成都有一个说法叫啃腿老口 可以形容年轻人结尾 这让他们想说什么 就是痛苦的 孤独的 快乐的 享受的 美好的 对日常烟火的渴望 将世界拉回正回 幸福开始回归琐碎 和旅伴出发 人以全新的眼界 去更大的世界 我好奇时间给城市的痕迹 我好奇城市里激壤的人群 喜欢在白发还没苍苍实流浪 好听 在西松平常的街道不爱讲 这街种所见的人间相逢 我们一起出发吧 你好别克 我可以出发 探世界一段关于人的记忆 爱并没有事 本节目由 活出漂亮 时尚运动SUV 别克Uncle.S冠名播出 钉钉口 香外泡 低龙道 懷卡卡 狗狗 帕尔的 腿口 我们的好久藏大龙 而千年之后生活在成都 则被定义为一种梦想中的生活方式 更重要的是 这种生活方式是活生生的 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今年世界的目光将再一次聚焦成都 2021年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即将再次举办 走 咱们现在就出发 去每一株树荫 每一碗泡茶中寻找最地道的成都生活 赫铭 一到这种地方 感觉到成都的美好 每个人一点都不着急 你在北京上海深镇 完全看不见这种地方 一分钟 你们着什么急 我吃一分钟瓜子不可以吗 来到了成都就不能着急 着急就去北上广深 成都就是也不着急做节目 也不着急说什么 就是吃瓜子 我先吃会儿瓜子 我曾经人生最长的一次吃瓜子 就是在成都 因为我去玉林路的捞马头吃火锅 但是那排队的人太多了 吃了两小时瓜子 所以我都排到我的时候 我都已经吃饱了 在北京上海我从来都不喝茶 因为没空 一个是一到成都 实在有大把的空闲时间 再有一个就是岁数也到了 人的一生有很多个维度 有一个维度就是喝什么 刚生出来说喝奶 从喝奶变成喝水 从喝水变成喝酒 如果能侥幸喝了那么多点酒 还活着的话 就进入到喝茶的岁月 所以喝茶实际上是一个人 到了岁月静好的时候 就可以来喝茶了 但是成都的人提早了很多年 就很安宁 就很巴死 我有很多个第一次都在成都 第一次吃点豆苗 第一次吃火锅 以及第一次见到原来可以用 这么多东西掏耳朵 一堆那种长短短的 我最早在成都遇见掏耳朵的时候 更有意思 有头发丝 我说头发丝怎么猜 他说你等一下 他从自己头上 真的从自己头上 就会一根头发 把头发粘成麻花那样 然后就塞到我耳朵里 然后我这里就发生了那种 像乐器一样的声音 以至于后来我写过一个剧本 叫《网声》 出版在我的文集叫《如丧》里面 那里面男主角一小男孩 干的事就用头发丝给人掏耳朵 但是掏耳朵就掏出很多 有意思的故事来 所以成都这个地方 居然掏耳朵都是一个产业 这是一个多么休闲的城市 你们这有财耳吗 有 这东西在北京不是剃头的吗 这个不是 这是我们的音叉 一个枕动的原理 把这伸到我耳朵里去吗 不会 这个只是辅助工具 就是拿这个让我听音变出什么音高吗 不是 它这是一个辅助的 我可以吃瓜子吗 再掏耳朵 可以 那我边吃瓜子边采耳了 这就是休闲的生活 边喝着茶边吃瓜子边掏耳朵 在我们成都就是这样玩的 耳朵长得好 有福气 这还有福气 我这么颠沛流离的人生 我从小人家说耳朵没福气 因为没有大耳垂 不是说耳垂 我们说的是耳道 都是磨练 你在这里经过什么磨练了吗 首先磨练我的心态 我原来很复杂 耳朵这个东西心态一定要放好 对不对 心态就是跟它那个手感走的 真的还有这个作用呢 那我也练练 我也很复杂 被你这个采棍的人最激烈的 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有比较很敏感的羊 有时候可以打到卢内高潮 卢内高潮都来了 天哪 那太好了 我连说话的鱼丸都没有了 我已经入定了 今天太舒服了 可以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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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手机没电了 师傅 帮我充个电 可以 谢谢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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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92年2月研究生放榜 然后不幸落榜 也是我人生第一次落榜 不要说落榜了 就是我到电视圈去看那个榜的时候 直接就往那最顶上看 因为我从来放榜的时候 不管什么考试我都在那最顶上 结果从上上就没有 然后再回事到最后还是没有 但是一共电视圈也没几个人 导演戏那年一个都没录取 我当时在没吃早饭的情况下 就吐了 就是哇 就简直 人生的这个受到重大打击 完了以后就 在电视圈门口找了一公众电话 打给我一哥们吧 说不行 我得找工作了 这没法回家了 当天就没法回家了 因为我们家的规定是不读书 不能在家住的 然后他说 好啊 那你就来这儿 我们这儿工作 我跟领导说一声 我就去了雅市 那是二月份的事 三月呢成都就办糖酒会 雅市就派我们一个小组 电影实验老肉病残了 就是除了没考上研究生的 就是被开除的 什么进修的 一支学渣小分队吧 来了成都 哇到这一看都晕了 说这哇整个城市 彩旗飘扬 所有的楼都被打的那个条幅蒙住 然后每一个地方 连发廊都关了 都变成战士 所有的烟酒糖茶 吃的喝的酸奶 正大极了 然后坐着出租车 他说只要摇开窗户 就有酒制陈皮什么 不要钱的 然后到了晚上 我们学渣小分队里有一个 后来成名了 成了一个著名演员叫王倩 他后来演了中安六组里的季节 当时是我们的制片 突然一碗秀子说 既然来了咱们干脆这么多企业在这 咱们拉来广告拍吧 我说行吗咱行吗 这么这么残的小分队 他说行咱试试 但是我们就到了成都大酒店 是叫成都大酒店吗 好像是 马上进行一看 有一个河南民泉葡萄酒厂 我也不知道这厂还在不在 正在那办招待会 各地经销商什么 在那厂长在那 抽出满志 王倩突然为我们说 咱赶紧想一广告语 我现在就去找厂长 然后我们就说想活99 尝饮民泉葡萄酒 其实这可以适合所有酒 王倩就去了 然后就看在远处跟厂长一通 摆一尺 这个厂长特高兴 过了一会儿说 快说预算多少 快说我们就跟这些 谁也没干过 当时都二十二 一二十岁 然后说预算多少 八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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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千块钱 那时候一公务员他挣七十二 然后王倩就又过去跟厂长聊了一会儿 厂长说了拍俩 一万六 哇 那个时候谁见过一万块 那时候有一万块 叫万元户 那就非常有钱了 我们当时走路都一顺来了 然后厂长说小詹 给他们一万六 小詹 把那个衣服一掀 这捆着很多钱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卡 什么折纳都没有 那哥们把现金绑身上了 从河南来到成都 然后从身上 咔咔咔 跟厂长手里都暗示了 就拿下 然后就我们就拍了来广告 当时油菜花开 三月的成都太美了 漫山遍野 放广汉走 一望无际的油菜花地 根本不用致敬费 在那里我们一共就花了钱 做了一个蓝色的小木箱子 在那里放了一瓶民权泼酒 然后就高速拍摄一个女生 哇成都女生太多了 然后遍地都是美女 美女在油菜花地里跑啊跑啊跑 然后旁白 然后当着哇打开 信箱 信箱里有一瓶民权泼酒 最后我们四个人啊 每人分两千块钱 两千块钱啊 你想想看 你说一年的工资八百 总而言之成都就是我 这个人生的大福利 我有时候想过说 如果退休了没事干 去中国哪个城市待着 成都也是好 成都最重要的是 它有文化 它不是一帮混子在这刷 它有非常多的诗人 作家画家 光音乐人 你看过多少 这中国音乐圈 半壁江山 张领 台湾围 李玉春 张杰什么 从最早跟我们一起出道的 比我们还老的指南针乐队 罗奇 后来不幸走了的那个陈琳 太多了 成都这个地方 就是特别养文化 琴棋书画 全都非常好 而且留得住人 太有意思了 刚才说了那么多成都歌手 不是我漏掉了他 是因为这次真的要去拜访他 就是大唱将玉可维 老朋友 老朋友 我是不是也得这样 你现在好瘦 不是 上次西安遇见的时候太冷了 穿了八件衣服 借你带会 这 这 结好 太惊喜了 我们俩认识12年了 多下一个 你要吃吐头吗 有心 你知道成都有一个说法叫 吐老婆 吐头老婆 可以形容年轻人接吻 好 跟着人说玩都说耍 对 耍就耍吧 耍就耍了 耍就耍了 这张唱飞想说什么 就是痛苦的 孤独的 快乐的 享受的 美好的 您来过这儿吗 我当然来过 但是我来这的时候 这还不是这样的 我来的时候还是 真的宽窄巷子 一片小饭馆 宽窄巷子始建于清朝 民国初年 在一次城市勘测的过程中 传说当时的工作人员在度量之后 便随手将宽一点的巷子标注为宽巷子 窄一点的那条就是窄巷子 所以这边建起来了以后 人特别多 这边特别旺 这个地方对你来说是 小时候的城里 对 我住在城区 是 就是那边如果要到这里来的话 我们都说进城 你是在承飞大院 对 长大的 承飞公司 承飞今天已经是中国滕飞的标志 中国的尖10 尖20 等等这些 主力战斗机都是承飞生产的 嗯 我记得咱俩聊这些都是因为说要做你专辑 我还记得你说你小时候跟小朋友们在那个长长的机场跑道上 对 我当时脑袋也闪现出来就是那张专辑的样子 是吗 就是一个那样成长的女孩 你要做张唱片那种反差特别有意思 我现在想起来我还觉得有点可惜 我们现在在做还晚吗 不晚 是吗 当然了 那我们就晚上等他们把那机器都关了一下 不然就剧透了 我们晚上好好聊聊怎么做这张唱片 虽然今天做唱片已经是旧时代的事情了 但是我们这人还是觉得做一张唱片还是 对 我现在他们说要发那个EP三首歌舞 我还是不愿意 我还是想做十首歌舞 那当然了 对意义不一样 而且我现在还是更希望自己能写一些东西 大家一起来创作 对 才是最有意思的 对 还是得聊聊宽展巷子成都 成都都有什么特色 就吃的呗 反正我觉得火锅是成都的火锅最好吃 更偏麻更偏香一点 而且有点甜 而且有点甜 因为它那个火锅里面会放那个唠躁 对 它会放唠躁 我的天 这么冬天我终于明白了 对 就是火锅里那股香甜的味道 原来是唠躁的味道 对 它会香然后又会有酒的那种一点点味道 火锅还真的 就还是吃的 有一次那都十几年前了 嗯 我在飞机上碰了张领 张领问我说 高老师你成都有什么活动 我说吃火锅 完全没别的活动 我基本上每次回来会列一个表 吃东西的表 哈哈哈哈 人见不见无所谓 是 这是干什么的 这是三大泡 成都特色吗 这是什么面吗 糯米 分三个 弹进去 Q弹 就是要小 然后三下 就是纯糯米 豆粉和红糖是吗 然后芝麻 不是纯长胖用的吗 对 这是甜食 你要吃兔头吗 牛羡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来 你们尝一下吧 再吃兔头 兔头 你吃过吗 兔头没吃过 我吃过 我一看那个牙我就 啊 你要不要吃吗 你知道成都有一个说法叫啃兔老婆 可以形容年轻人接吻 可以形容年轻人接吻 所以你啃兔老婆不是这样啃吗 所以就有点像接吻 年轻人接吻 那如果一个人想像一个人求吻 我可以跟你啃兔老婆 应该不会 不能这么说 我第一次来成都听到这个脑壳 我觉得特别有科学道理 为啥 您这不就是一壳吗 对啊 脑袋是什么意思 这是一口袋 口袋里装了点脑子 对 所以叫脑袋 再画一条画 这那儿有个螃蟹 太好了 很像我的性格 真的吗 横着走 哈哈哈哈 这个螃蟹太胖了 不是我 哈哈哈哈 这是以前的你 然后你把它吃掉 就是说比你把以前的 把以前的我相给我的 哦 我断了一只脚 断了一只脚 脚梗 你们知道是叫脚梗吗 脚梗 对 脚梗 所以你看成都画多好 脑壳 脚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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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问我爱宽向子 还是爱窄向子 我爱你 哎呦 词穿话说我爱你怎么说 我爱你 好奇怪 表白布说刷朋友 这也太直接了吧 你要刷朋友吗 你也表白跟我刷朋友吗 对 刷就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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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说 对 这段人说玩都说耍 但是谈恋爱的时候 从北方人也没有说 咱俩玩会吧 我们现在是去吃肥肠粉 肥肠粉 我都不知道标准的肥肠粉 到底有没有肥肠 有 你要点肥肠粉 一定要点桀子 我还要点桀子 桀子就是肥肠 然后它还给它打一个桀 肥肠还要打桀 对 打一个桀 然后我们叫桀子 然后把它煮得很熟很耐 就很软糯 然后完了以后放在那上面 一会咱们去的有吗 有 我要 你知道我夸张到什么地步 就是我那个时候想吃肥肠粉 就晚上做梦的时候 都梦到桀子圍着我在跳舞 好想吃 肥肠在跳舞 我最爱吃肥肠粉 最特别的一个叫葫芦头泡膜 葫芦头就是大肠头 从隔壁店里包买点肥肠 然后吃这粉 我不一定要放点肥肠 肥肠还没来呢 垂面 垂面 这么冷吗 特别冷 我今天本来出来的时候我想穿睡衣的 要多长时间能做好 很快 两个 老板 谢谢 那么好的老板 成都人太好了 要不要我也考虑 从唐州搬到成都来 买鞋 买鞋 来 帮桀子 这个就是那个桀子 ại着 那个桀子 这个桀子 要吃的是什么 一定要先吃那个桀子头 这边要头还是这边 这边 就这边 咬了就解开了是吧 咬了就解开了是吧 对 辣椒 这个肥肠粉太不辣了 来 我给你扎 对 把你们那个 你吃这么辣呢 对 你是不是没有霍云 不是 来 脚开 我一看这颜色就不对 对 都是微辣的 我虽然杭州人 北京长大 都跟辣没关系 但是我后来年轻的时候 很多年都跟吃辣地区的姑娘谈恋爱 很多很多年 不好多的 哈哈哈哈 你听我写的歌叫《我的城》了吗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还挺好的 之前写的一首歌叫做《我的城》 因为我是成都人 所以这座城是属于我的 属于你们的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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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当一起南方是最想家 是啊 一辈子不忘 高老师喜欢喝茶吗 不喜欢 喝完 我茶咖啡喝完都晕了 但是要需要的话也可以喝点 吃饭 还是要喝点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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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咱俩像这种聊天 很多年前就有过 那时候为了做你的专辑 然后在长谈 在什么地方长谈我都忘了 在北京的一个郊区的一个咖啡厅里 反正在一个地方长谈了很久 从你儿时在那个成都飞机制造厂的 跑道上奔跑 然后你还跟我讲说 那跑道那有铁丝网还是什么东西 然后有大片那种草 芦苇 芦苇 对 特别特别高 有什么时候觉得 我记得你给我讲说 在那跟男生一块奔跑着长大 然后如何如何 然后在开始爱唱歌 我真的都记得 当时我在想这张专辑是什么样子的 就一个像男孩一样长大的女生 我那个时候好像是喜欢唱歌 然后有这么一帮认识的也挺喜欢唱歌的人 好像那一次去参巴是因为他们缺一个唱英文歌的女生 我说我可以 然后就推荐我去唱了一首歌 然后唱完了以后那里的老板就说那你可不可以每天都来 当时给你多少钱 当时给你多少钱 我那个时候在鹦鹉唱是100块 然后在另外又是150块 然后在另外又是100块 所以我唱的最多可能每天晚上会唱四五个唱歌 四五唱怎么唱 就在这 然后就马上用什么交通工具去下一个唱 这个很重要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在鹦鹉唱歌 然后因为太远了嘛离家 所以我在那租了一个房子 租的是一个他们一个什么单位的分的那种房子 就是一进门有两户共用厕所和厨房 然后那个时候是260块钱一个月 晚上唱歌就是走过去 然后后来就是又被介绍到了莲花府邸 然后离那又一段距离我就骑自行车去 又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又是在城 就是有点靠另外一边了 然后我就不行了 我就得骑电瓶车了 然后就场子越来越多 然后那个电瓶车每到一地儿我就 就把那个电瓶拿下来 然后坐电梯上去找人家充电 低了电瓶 对低了那个电瓶然后去充电 然后就太麻烦了 后来钱也挣多了就开始打车了 就打车了 打车了 那你爸妈呢就放心你出来 260块钱租一房子就 就在成都混了 没有怎么跟我说 但是呢我爸其实挺不放心的 记者去采访我爸 然后我才知道他那个时候 有偷偷的到我唱歌的地方 坐在角落点一杯茶什么的 在那里看我唱歌 然后看我一个晚上都在干嘛 嗯 就是去去看我安不安全 那没跟你谈过说说这样 未来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我爸不会跟我谈这些 妈妈呢 我妈更不会跟我谈这些 那在你们家谁跟你谈这些呢 我自己 对吧 就自己自己在想 那你那时候想不想 我说这个 这个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我没有想过 我觉得我很快乐 我就觉得唱歌是我最快乐的时光 后来成功了的像你这样的 你那一波里还有吗 我放我知道就我维维和亮影 还有王真亮 我跟亮哥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 就是我那个时候刚刚去唱歌 然后就会很紧张 上去我说我唱忘不了 他说那你唱忘不了 是唱蔡琴的忘不了 还是唱那个童安阁的忘不了 我说蔡琴的吧 你肯定不能唱童安阁的忘不了 对应该是蔡琴的 好然后前走等等 然后我就唱微车一转一转 然后我就直接唱了另外一个忘不了 然后亮哥当时 一下子就赶紧赶 还好他会弹那首歌 然后这是我们俩就是刚开始认识的以后 就是一个最深刻的一个音乐 我觉得《莲花福地》给我的感觉 是比较像家的感觉 都很有爱 然后每一次周年庆的时候 还要拍海报 拍MV 就是拍这些东西 就很特别的意思 那是一年的冬天 我们相逢在这个地点 一段故事 从此开始上演 看见一张张的笑脸啊 多么美丽的画面啊 也许明天 我们不会再相见 一生的朋友 心结长流 就是姜哥其实已经相当于一个经纪公司的 对 而且是好的经纪公司 对 因为只有好的经纪公司 才会给人家的感觉 对 那你过了这么多年 你刚才跟我说 你又想找我做一张唱片 那好吧 那现在我就是那制作人 那你跟我说这张唱片想说什么呢 想说什么 想说生活 生活 还是火 就是痛苦的 孤独的 快乐的 享受的 美好的 比如说十首歌 有两首关于痛苦 两首关于孤独 两首关于欢乐 两首关于享受 我想象你说享受的歌 是啥样的 我们就说有两首歌是有关痛苦的 嗯 那比如说你有两个痛苦 都是什么呢 我这人的个性吧 就是太在意别人的感受 然后自己活的可能有一些 不那么自在 有一点痛苦 我觉得我太懒了 有好多东西如果我不懒的话 我不至于是像现在这个样子 最近一个特流行词叫什么 凡尔赛 凡尔赛 哎呀我太痛苦了 我第一大痛苦是我长得太好看了 所以我感受不到这个人世间的那个真实的痛苦 我第二大痛苦是我太懒了 我懒得到那个 我感受不到那个勤奋 获得的成功是什么样子 你是打算写上凡尔赛的歌曲吗 哎也不错 换一个说法说 如果我们能够做出一张就是真正了解我的一张专辑 我也挺开心的 因为有些时候我觉得我跟别人聊天的时候 我特别了解自己 但是有些时候比方说我跟您聊天 我有些时候我觉得我好像不太懂我自己 为什么 我不知道 坐到我这边就不懂自己了 那得说酸话 也有可能 有的人看起来很快乐 粗颗粒得看 说这个人好成功好快乐 但是其实放大了一看那细的颗粒是 比如说有很多痛苦 孤独等等 但是粗颗粒的东西总是能感受到的 无论是粗颗粒看快乐的人 粗颗粒看痛苦的人 粗颗粒看孤独的人 其实只是在细颗粒上的比例稍微有点差别 也没有人永远孤独对吧 也没有人永远痛苦 我发现我就好像是没有太大的一个起伏的人 那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喜欢艺术呢 因为艺术就是那种动态很大的 起伏很大的 那种冲击很大的东西 难道是我的内心是起伏很大的 只是我的家庭教育 或者是我的经历 让我不要去做太大的动作和太大的起伏 那样不安全 或是怎样 你唱歌的时候你有这种感觉吗 就是因为你唱歌从来不 那种 我今年有了 有了 我乘风碰浪的时候有这样的感觉 真身在去嘶喊的时候有那种感觉 就是一个节目反而比很多年的岁月 还要管用 我就是感觉本来就沉淀了 然后很多年的岁月完了以后就更沉淀了 所以就本来就是很平 然后又很平了 只是慢慢的在 积累了 对 然后爆发了 为什么这样一个节目能让你爆发呢 因为有竞争 你从机场来到你的第一个鹦鹉 到莲花府地到09年咱们认识 那竞争还不都是竞争吗 你年轻的时候不更好胜吗 人随着年纪增大 虽然你没多大 但是总是会 在这方面会看淡 以前的这些人我是觉得我有必胜心 但是现在的话我觉得可能也是年纪大了 就有很多觉得不足的地方会出现 就是以前你从来没觉得你有什么不自信或者什么 你觉得你比他们都强多了 反正我以前很少有不自信 所以你09年时候得第四名 你肯定特别特别觉得 对啊 所以我在说那样的话 对 我还记得 我知道在这个舞台上有很多很多的人喜欢和支持你们自己喜欢的选手 但是我知道我自己是唱的最棒的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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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 现在回头看那年你得了第四名 你 挺好的 挺好的 第几不是得吗 还是 对 尤其是过了十几年 然后大家大浪逃杀 你依然还在这里 但现在这个时代不是啊 就是很多新鲜的东西跳出来以后 以前的受众跟现在的受众是不一样的 大家的喜好也在就是口味也在变 当生日蜡烛的数字变成了问号 是否也和接下来的人生一样呢 他走过三十越来越恐慌 怕姐姐白退趁逃遍流亡 怕凡事妥协眼神没火光 跟一切不屑的人那么像 怕同学明天都不想念 我有些时候在乐视室里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够释放 尝试各种办法 我让自己更放松或者是更释放 因为我那种唱法就是就是那个样子 控制型唱法 对就是特别的控制 但是我有些时候就特别想在录音室里面有释放的感觉 但是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是怎么 就是在这这一块我其实是纠结的 是有一点痛苦的 这个作品有很大关系 不是说你想控制就控制了 因为那个作品本身就是要控制 有个作品就是要释放 对 写作品就是要熬磨 不熬磨就不行了 那整体来说 其实不是一个歌手本人的 是整体的制作跟创作 都要向那方向去走 不是光嗓音的问题 肢体或者节奏的问题 从内心就要赶 所以我在自己现在的专辑里面 我就是只能在以前的那样的一个基础上 我的样子的基础上 添一点东西 减一点东西 所以这就是问题 所以你看到今天为止 这世界上还很少有人因为 把原来那样的歌唱成了那样 而成为一个不朽的作品 那几乎是不可能 等到人家想起这首歌的时候 想起到还是那个最经典 对 因为那就是那个种子 就是那样 你有一天可以把西瓜种种放的 但是它还是只是一个奇奇怪怪的一个方西瓜 但人们想起西瓜的时候还是那个样子 所以要种下自己的种子 要培育自己的种子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以前唱歌太优美了 这就是优美地完成一个音乐作品 主要是通过音乐作品了解你这个人 我觉得是就是算一部分的成功吧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相信更多人会听到我更用心的 我属于我自己的就是专辑的音乐作品 我相信是 只要是好的音乐 好的表达和好的内容的话 应该是会被人看到的 大唱将于可维 由他来演唱 你知道我那天跟一个姐姐聊天 然后她说就是成就一个在历史上可以有名字的一个艺术家的话 可能要具备几点条件 其中有一个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 她说还是要有故事 我觉得让大家知道你有故事 不一定是真的你的故事 哪怕是你想象的故事 哪怕是你热爱的故事 哪怕你从电影里看到一个故事 你说这就是我 但是实际上你看到的大量的艺术家 并不是有多少复杂的经历 而且实际上更多的艺术家是出自非常稳定的小镇等等这些地方 并不是要求她有自己的多么神奇的故事 并不是说人一定要亲身经历过 艺术是鲜艳的不是经验的 如果她要必须要经过经验 那每个人要70岁之后才成艺术家 对吗 就我以前做歌手的时候 我得特别清楚感觉到 比如说萨鼎鼎 给我讲得特别特别清楚 就是一天到晚跟我写邮简 就是说她心里那种佛 然后那种轮回什么样子 我就看她写的那些文字给我 我就大概能感觉到 所以后来写了万物生什么 都是因为她非常清楚地告诉了我 就是她心里现在什么样子 维维呢是我拍了很多照片 通常都是那种很奇怪的角度 一个汽车的玻璃反射出来那种变形的高楼大厦 后来我就跟维维说 我说你其实是内心挺摇滚的 她自己都没想到 她本来来找我的时候没想做一张摇滚 结果录起来的时候 发现她真的能爆发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东西 就是你这种尤其是技术非常好的歌手 鼎鼎 唯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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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属于技术特别好的歌手 就都远超她一张唱片所展示出来的这个侧面 但是越是技术流歌手 能诠释各种各样不同的音乐的时候 越要把这层东西脱下来 就跟有一天你突然觉得我要唱这样的音乐 至于这样的音乐 是不是我的唱功能发挥的 我的嗓音 我的音域 我的音色能发挥的 没关系 跟这些都没关系 把这些都放下了 而是说那才是对你们这个世界想说的话 聊完我更痛苦了 就最好 就对了 就对了 就是把痛苦 慢慢的把这层上面盖住的东西慢慢 试着开始 撕掉的时候很痛苦的 稍等 姜哥打来了 赶紧 姜哥 好多年没见 我们在宽窄巷子 你让可卫给你发一个那个什么 丁位 丁位 嗯 好了你快点来哈 好拜拜 他起来了 成都的生活太令人气愤了 哈哈哈 哎 哎 他来了 哈哈哈哈 咱俩有多少年没见了 应该 十年 应该刚好十年 哎 哎 刚睡醒吗 呃 还在睡刚才 哈哈哈 我出门之前 就我老婆说 嗯 你知不知道小生老师瘦了二十斤哦 嗯 现在比人家帅多了 我说你怎么知道的 哈哈哈 哈哈哈 瘦了 我干好的 特别有意义的事都没人知道 然后就人人瘦了 一是瘦了 瘦了 瘦了 大长腿相关系 那个 不是那跟瘦了没关系 哈哈哈 还能把腿长了个天线 是瘦了一些 那个 在你这经历过三百多个歌手 嗯 为什么成都就就产出这么多歌手来 这个跟城市的气氛有关 这种本来就是一个消费型的休闲城市 这个生活节奏慢 本来它这个物产丰富 它的那个生活成本相对来说的话 要比别的城市要低些 我们看比如说 蔬菜的价格房价 这方面比 比如说它比重庆可能还便宜些 就是说坚持理想的成本比较低 比较低 你要在北京坚持理想 你光房租 嗯 等等 你坚持不了 对 坚持不下去 比如说在成都九眼桥大丸置地的面积 它可能拥有了酒吧的数量 就可能超过别的整个省会 是 的数量 对 它在九眼桥这一小圈 就几个大学附近这个桥头 这一圈 可能有五六百家酒吧 嗯 有这么多酒吧 都唱歌吗 酒吧好像是几几年 就已经是排名第三了 数量 98年左右 你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是04年 04年到现在我那个酒吧都17年了 第17个年 在这么多年里 一共在你舞台上走马灯一般的 走过多少歌手 你统计过吗 其实很好算 比如说像他们鼎盛时期 他们那一批当中还是有很多唱将的歌 所为王子 王爱琪 杨璐 流动的歌手有 一年三十个 每年换掉一半 你算下来的话 你将近17年的话 300 300多人 300多个 但是你为什么你那个酒吧成才率最高呢 第一 我们股东的结构有三个股东都是原来的歌手 94 95年开始出道了 就出道都已经25 6年 我们本来作为歌手可能对这个舞台的要求 比如说乐手 因为乐队是一个基础 然后你选歌手的时候 你除了看他的形象 音色 音乐素养以外 可能他还要兼顾一下互动 因为他还是 我从来没有互动过 我看到你们的互动好厉害 上次他们的歌手在台上 哪里成都的吗 就是他那的 还讲段子呢 我是不是就是莲花府邸有史以来 最不会互动的一个歌手 你不是 你最早是张亮颖 不会互动都火了 是这意思吗 亮颖在04年在莲花唱了一个月 他就只唱歌 就只是手放下面 画头拿着 眼睛偶尔闭上一些 偶尔睁开一点 我记得以前 姜哥跟我说的两个事情 我觉得 一个是我唱了一段时间以后说 你唱开场吧 要不然就唱结束 对 因为那个时候 要么观众还没嗨 再陆续进场 要么就是观众已经走得差不多 下劲了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你可不可以画点妆 还有他一个小动作 这个时候拿画头 这个时候提线 画头在这 线提在这拉着 就这种姿势一直保持四首歌 这很欧美 再厉害就提杆了 那提杆对他来说可能要叫做专门设计 对 江大哥 看惯了起起伏伏这些人在你眼前 对 很多 来了又去 然后有人成功了 有人放弃了 有人放弃了 有人离开了这个行业 就是本来他唱歌唱得挺好 但是奋斗了可能七八年 要么就嫁人了 要么就改行了 也有很多 有很多 这段时间很多做了网红了 就是说今天的道路宽广了 宽广了 不像他们当年必须去策下比赛 是 比如在一个胖子 或者几个胖子面前唱歌 然后让这胖子在说 你这个地方音准出现了问题 各种点评 然后各种点评 一回 你的能力是唱生活 所以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但是这一类的音乐都不是讲生活的 都是讲生命的 希望你能在未来能感受到 这种生命的原动力 过去只有这么窄窄的一条 上升的通道 现在成都成为酒吧歌手的通路就更多了 未来当然了 就像你说的 今天可能宽了 宽了就不深 过去说上升通道很窄 但是一旦上去了 就上到很高 那今天上升通道有很多 你有很多条上升通道 那其实这世界的规律就是能量守好 对 世界规律就是这样 当你把上升通道分成了十条 都可以上升通道 那每一条也就到这了 对吧 在你这经历过三百多个歌手 特为能排到第几 能进前十名吗 他应该是前五 前五 那前五名就是第五名 如果他是第四名 你会说前四吗 对 他跟别的歌手 因为每个歌手的风格都不一样 首先他的优点就是他很细腻 男的很细腻 他不是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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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知道放不知道收的 但是我也跟他经常说 他放上面应该加强 他收得很舒服 你是一个极好极好的歌手 你有一个特别好的能力 在特别轻特别轻的时候 你都能控制住 而且还能弯过去 这个能力是特别少见的 谢谢高老师 谢谢 放不是一个问题 大是一个问题 就是我一直管所有的从事艺术 无论是唱歌弹琴 画画还是演戏 写字 我都说有两个阶段很重要 大部分人第一个阶段都没过 叫知青众 无论下笔写画画 大部分人弹钢琴 就知青众 这第一关已经淘汰大多数人 第二阶段 就再往上 就我说的最好的阶段 就叫大而整 因为知青众导致你抠细节 但是抠细节你就会变得很零碎 就是你看到很多人慢慢忘记技巧 就是进到那个阶段了 对 我现在好讨厌知青众 对 所以知青众是第一关 第二阶段要忘记这个知青众 而变得大而整 就我不在乎这个地方 小松老师说的那种情况 有一个做得非常好的 叫钟森老师 李钟森 他就是你完全不觉得他有一点点扣技巧的感觉 对对对 他没有他根本就像说话一样跟你跟你跟你 也就对 但是他一气呵成 对对对对 你听完他的歌你没有记住某一个细节他怎么唱 你是觉得完整的一个信息传递给我了 他是个什么东西 纳英 对 纳英其实有一点 纳英已经忘记技巧了 他已经过了那个技巧阶段 今天像你这个早就过了知青众阶段的歌手 要追求那个大的境界 但是那个大的境界什么是大是 整是你自己的表现 大是那个作品 就我说那个种子本身 那种子不大 那个出来怎么着都不行 对对 谁第四呢 第四不好选 谁第一 怎么说 我自己框进去了 像我们那边就进了前十就没有再PK了 排名不尊先后 我想问你的是说 这前五名里有没有没出来的 基本上都出来 那咱们都很欣慰 大家都出来了 有的算是出来 就是他可能不会像当年这样大红大纸 因为他已经过了那个最好的那个展现时间 时间段 比如说从0304 05 一直到111年左右 对所以我其实算挺幸运的 我觉得莲花是一个偶像训练营 对啊他本来就是训练营 今天晚上演吗 要演 OK 马上到时候去去看 行 谢谢姜哥 好 谢谢 今天非常愉快跟老友邱维以及姜哥 聊聊成都 成都的人们的生活 成都的休闲 成都的心态 包括以莲花府邸为代表的成都的夜生活 然后诞生出来这些明星啊等等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成都人为何如此幸福 如果你要问我密码是什么 通过这次旅程 我会告诉你 幸福就是成都人骨子里的乐观包容 是外地人甚至外国人都有的归属感 而幸福感的基础是安全感 不管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 还是来自安家落户的新成都人 只有心安下来了 才有个人家庭的安居乐业 幸福生活前行的车轮才不会停转 就如同别克昂科VS 守护前行安全 拥有高强度车身设计 12项智能驾驶辅助科技 从容应对多变的道路和环境 带来全时段多维度的安全感 为每一次出发 为每一次归来 一路互佑抵达美好 下一次我们要去到英雄的城市武汉 然后会跟我的两位武汉好朋友 两位都武大的杰出毕业生 然后跟大家好好逛一逛武汉 咱们探世界第二季的最后一战来到了 武汉 武汉我爱你怎么说 墨埋尼 墨埋尼 你冲着我说干嘛 冲他说 炎制老师开书店的 对 太漂亮了 最美的大学宿舍 我就梦想着在这拍电影 武汉就是大江大湖大武汉 武汉它自古以来 它就是一个非常暴露的地方 它是因伤而心 因武而弥 是这样的一个城市 它一直都是非常暴露的 哇 太美了 独一首东湖北岸徐志摩呀 真的是 就是经过那么大一场疫情 武汉仍然这么美丽 让人心动 好 这世界很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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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